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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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一開始先來看新特段 開學來有些是高音老師嘛 應該很忙對不對 我們注意到什麼呢 教學時數好像有點變少了 可是要教的東西更多 所以開學來我們感受到好多好多老師的焦慮 是嗎 好 所以我們有一個第一個概念是什麼 也許接下來 教會你教完更重要 我們是要把學生教會 不一定要每個東西都要詳細的講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各位在學校很接觸的工作更多了 我們有固定必修 有校定必修 有加身加網 有多元選修 接下來還有更多的彈性學習 那這麼多的課程 有沒有辦法做橫向連結呢 不必把課綱的東西 那些學習內容或學習表現 那每一個條文切割到非能純粹 而是我們應該要抓到他的大概大精神 那如果知道的是他的大精神的話 也許他都很像 再來的是什麼 教越語就應該再教寫作 教寫作就應該是教越語 我們不應該再把這兩個東西拆開了 因為是把它拆開的時候 會變得上兩倍的時間 即便是這個課譜的 有沒有可能來教寫作呢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省下更多時間 另外 新課章裡面有什麼改變呢 各位聽到各版本的課本 就會發現 啊 白話文變多了 所以我們想如何教白話文 這件事情變得重要呢 另外呢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 在課綱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一個很重要的叫做文本表述 什麼叫文本表述 以前我們會把紀律文跟抒情文合在一起 會把說明文跟議論文合在一起 可是這個新課章呢 他把文本表述分成五大類囉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去注意到文本表述 才會真正培養到學生他所需要的能力 尤其是各位有注意到 有一類文本 在以求的國課本很少見耶 哪一類說明文 來 想一想 以前課本裡面 有哪一課是說明文的 大同於小趴 可是我們要教大同小趴 來教學生寫說明文 好像有一點點難度耶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生活周遭都是說明文 各位可以幫我想一想 有哪些說明文嗎 說明書很好 還有嗎 說明文其實是現在我們生活周遭 最多的喔 類別最多的一種文類 可是我們課本以前一直顧願它 除了說明書 還有說明文還有什麼 很常見的 食譜 對食譜是說明文 還有嗎 老師可以幫我想想看 還有嗎 常見的說明文 應該更多吧 喔 捷運的景點介紹 對各種觀光景點的介紹 是說明文 沒錯 不一定是捷運 我稱讚你喔 很多很多那個旅行社所介紹的景點 都是說明文 還有嗎 遊戲 對 遊戲規則對不對 蛤 喔很多遊戲的規則 公共規則 對還有嗎 說明文 可能給各位想像更多喔 再想一下 再想一下 還有嗎 例如 例如 百科全書是不是說明文 是吧 字頂是不是說明文 是喔 我們的學生 他們每天所念的課本 任何一課課本 他們是都在解釋 那一課最重要的核心知識 幾乎所有的課本都是說明文 然後呢 還有 我們現在今天要講的科普文 大部分的科普文 也是一種說明文 所以我們要區別 說明文要怎麼讀 說明文要怎麼習 其實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是因為 我們的學生一直生活周遭 環繞了這麼多的說明文 可是我們常常沒有教這一類 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新課綱裡面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天出 遇到說明文本 它的表處方法是什麼 那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生活議題 這些生活議題 你要融入我們的課文裡面來教學 那什麼樣的議題呢 應該是生活都真實的情境 所以大寶洞 他現在已經講素養題了 他講什麼 情境 那個情境就是一種議題的融入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有什麼很重要呢 一 要理解 理解比背誦更重要 重理解的學習 第二個是什麼 要會概念的遷移 假設我們今天教發現死人樂趣 我們有沒有辦法在這一堂課所學到的東西 可以遷移到其他的刻骨 如果可以的話 那代表我們才教了十幾種人力 而不是只是在教他學會這一篇 所以要去注意 有沒有可能 像我今天給各位兩篇文章 其實我只會用到發現死的樂趣 可是各位可以回去試試看 把它用在詹心處這一篇 有沒有辦法切移過來呢 有 那代表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 接下來第三個是什麼 我們現在國課會來引起學生的興趣 太多活動了 很熱鬧 但是回頭來想一下 欸 他們學會了什麼 接下來有國課時間非常的寶貴 我們可不可以擺通那些熱鬧無用的學習 而活動是為了增強他的學習效果 而不是為了活動的活動 好 那這個是我們在設計課程的時候 特別注意的 那容我再講一個就是 大家聽的非常多人就是素養導向 那我們在課程裡面也要做素養導向 課程設計啊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真實的情境 我們今天可不可以給他的是真實的情境 而不是我假設的情境 是我自己虛構的一個情境 希望等一下呢 我們可以用這幾個標準來檢核 所以簡單的說 我希望能夠做到這幾件事 第一我們課文在教任何一篇文本的時候 我們可以給他情境化 然後他可以開始做跨領域 然後呢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麼 因為我們接下來還要面臨宏文提醒 宏文提醒已經公布了幾個提醒 就是一種經過圖文固準 那現在的這種寫作 新時代的寫作形式 圖文固準的能力更重要 所以這是第三個我想要做的事 最後一個是慢慢從短文的閱讀 變成讓學生有人力去閱讀常文 好